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蹊跷的断轴 手帽都市仅仅关注 玩转冰雪吉林 两万大学生体验冰雪魅力 就是南方人对血的那种迷之血 就算是摔跤的话 也是那种会很开心让人 野生东北虎做客新开林场 四点工作以来 天桥岭的业局共监测到东北虎足迹 影像信息28次 棚顶漏水难修复 顶楼业主贫吐槽 棚顶滴的水 睡觉根本睡不了 还得出去找地方睡 雨小的时候刚睡阴点 雨大的时候就画画画画的 想冲击把防水 或者是转到楼 雪一般都得起步的 理疗中心至近视 当初的承诺难兑现 承诺的是给做眼镜 玩了宝宝18岁 不让他近视加深 会儿挂的门店出队 出队应该跟我们大家说一声 我出不出队跟你们做耳学 没有什么关系 有任何这样的承诺 我爹已经不干了 我现在已经申请破产了 防范个人信息泄漏 这些要点要了解 我们要交易或者是说 在网上操作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尽量要找一些正轨的网站 首先咱们先来关注一下 长中静乐坛瓦萨国际滑雪节 很多外地的朋友 对东北人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就像觉得蒙古族朋友 应该都会骑马似的 觉得我们东北人应该都会滑雪 我们打初日滑倒是基本都会 但这滑雪的技术含量比较高 不好好培训一下 还真不是上手就会的 所以每年瓦萨滑雪街都会有一个重要的项目 就是滑雪培训 这滑雪培训实在是太重要了 因为一说到咱们吉林省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冰雪名城 虽然说冰雪名城 不是说咱们每一个吉林人都得会滑雪 但是不会滑雪 好像还真有点对不起 咱们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说到这儿 咱们长春的大学生特别有这方面的意识 不仅学的特别有兴致 而且大多数滑的是相当专业了 去看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经文坛景区滑雪场的中级雪道 作为第19届长春经文坛 瓦萨国际滑雪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大学生越野滑雪培训 已于12月5日正式的拉开卫幕 那么据了解 在整个活动期间 来自长春市十余所高校 两万余人次的高校雪子将参与其中 技文坛的大学生越野滑雪培训 可以说是在全国开展最早 体量最大也是效果最好的一个大学生越野滑雪培训工作 我们也是想充分发挥吉林省的冰雪人才优势和资源优势 为我们2002年的北京冬奥会成功助力 自2005年起 金玉坛与吉林省教育厅合作 连续多年将驻成高校的大学生展开越野滑雪培训 至今已有约70万人次的大学生参与了培训 体验了滑雪的乐趣 普及和推广了滑雪运动 周玉竹是遮掌女孩 目前是长春公滑雪院的一名大三学生 从第一次接触滑雪 周玉竹就爱上了这项在冰天雪地里的运动 如今周玉竹已经参加了三次大学生越野滑雪培训 已经成为了非常优秀的滑雪选手 这次她将参加瓦萨滑雪节的比赛 并希望能有所突破 据悉今年的大学生越野滑雪培训将在月底前结束 部分优秀培训生将像周玉竹一样 角逐瓦萨滑雪节的正塞 双都市王磊 鹏飞报道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 近几年很多曾经消失在我们视野里的动物 开始又出现在咱们身边了 就比如说咱们这特有的野生东北虎东北豹 嗯 是到这儿 天桥林林业局新开林场 一定要好好地说一说 相信我们的观众也会有印象 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提到 有的时候呢 是这个天桥林林业局新开林场的民警 在辖区巡逻的时候 碰到了这个东北虎 他也在溜达 有的时候呢 是居民开车的时候 碰到了东北虎在溜达 所以咱们是隔着屏幕看 他们就可以四目相对了 你看最近呢 又发现这野生东北虎来到天桥林做客了 画面中一只东北虎神态威严 步伐威武的从镜头前走过 这是由天桥林林业局新开林场的工作人员 在检查邻区野外红外相机时 发现的野生东北虎视频影像资料 两段视频的拍摄时间 分别是10月25号4039分和4057分 这是自2015年以来 第六次在该林场拍摄到野生东北虎的实体影像资料 据了解 天桥林林区位于长白山脉老爷岭枝脉南路 尤其是拍摄到野生东北虎报视频的新开林场 属于高寒地区 生物物种多样化 极其适合大型食肉动物栖息 四点工作以来 天桥林林区共监测到东北虎足迹 影像信息28次 野生东北报足迹 影像信息6次 架设远魂外相机1066台 近年来 随着林业部门与森林公安局 不断加大野生动物宣传和保护力度 为野生动物打造安全栖息环境 使天桥林林区生态环境逐年得到改善 东北虎报及各类野生动物种群也因此逐年增多 守望都市冯帆通讯员刘陈行 严长财报道 生态环境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 而野生动物也需要咱们一起来保护 当然野外遇到这种大型动物 可能咱们得绕着走了 但当我们遇到一些个小动物 尤其要受伤的这种小动物被咱们发现的时候 一定得赶紧拨打野生动物救助电话 其实现在大家都有这个保护动物的意识了 但是不知道无从下手就有这种感觉 所以你刚才说拨打这个电话 是非常正确的打开方式 我们看到最近在这个福渔市 相关部门就接到了居民打来的电话 说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大鸟 经过鉴定发现这大鸟挺有来头的 它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由于当地没有关于动物的救助站 为了提供更好的救助条件 福渔市林草局联系了一树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通过商量 大家决定将这只白北海雕 转交给吉林市长村岛野生动物保护站 进行救护 随后双方在舒兰市白旗镇进行了救护交接 经现场初步查看 这只白北海雕左眼失明 身体有失衡状态 捕捉食物困难 体态偏瘦 健康状况欠佳 12月14号 吉林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 副秘书长吴建峰 与工作人员将这只白北海雕 送到吉林市一家动物医院进行了检查 据医生介绍 接下来需要每天为这只白北海雕的眼睛进行涂药治疗 观察一段时间后 如果没有好转 将进一步研究治疗方案 白北海雕呢 围我国一级重点保护生动物 在东北呢 围冬候鸟 冬天的时候到我们吉林来跃动 来捕鱼 所以说它的数量呢 是非常少的 也是这么多年来 我的唯一一次的救护 新车刚买一个月 行驶中右前轴断轴 突然出现了车咯噔噔噔的 就感觉这车不对劲 后来一看是右前轴断裂 车主认定质量问题 4S店怀疑人为导致 他车里说有加过4块块 然后加框子 加点这个东西 有可能造成这个东西过大 反正加过 有加个东西 故障原因各执一词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咱们当那个那个气 根本没有松弄的 没关系 再来关注松原市民 王先生的烦心事 2012年 他在松原市学府名城 买了一套房 入住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现家里的卧室 和厨房的棚顶 有漏水的情况 屋业也找了 开发商业找了 修也修了 可是8年过去了 这漏水的情况呢 非但没好 还越漏越严重 王先生表示 入住之后 家里就开始出现漏水 之前有工人来过家里维修 可漏水一直没能 彻底的解决 据王先生讲 小区的其他顶楼业主 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房屋漏水 业主们反映的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随后记者陪同业主 来到小区的物业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想要彻底维修房屋 需要很大的一笔费用 物业公司没有能力 帮助业主维修 想要彻底的解决 房屋漏水问题 需要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 接下来他们会对小区业主 逐户走访 征求业主的意见 整理相关材料 启动物业维修基金 申请流程 守望都市 细然王超 松原市报道 再来关注一个突发现场 14号凌晨 白山市的一栋居民楼突然着火 现场的火势十分凶猛 而且在起火的房屋内 还有三个煤气罐 像这样的情况 一旦发生火情 后果是不堪设想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 是兵分多路 在灭火的同时 还要及时阻挡 将居民带到安全的地带 12月13号3052分 白山市消防救援支队 辅送大队接到报警 城峡区内一居民楼起火 火势十分凶猛 在消防队员到达现场后 侦察员通过调查和询问得知 目前房屋的起火面积 在100平方米以上 室内浓烟较大 起火房屋内部有三个煤气罐 情况失神累积 指火员根据侦察情况 命令供水员将干线水袋 利用水分器分三路 三名救援人员 在房屋内部寻找煤气罐 连气工件的给借过了 连气工件有块的 让人到心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寻 消防人员成功将三个煤气罐 疏散至安全地带 待浓烟消散 火势控制住后 设防人员架售二节拉梯 彻底将火势扑灭 据了解 此次大货没有人员伤亡 起火运营也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中 守望都市报道 中国红 红西方 西方角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东风本田 新CRV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市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城情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白城情 零下23到零下10摄氏度 松延情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四平情 零下25到零下13摄氏度 辽元情 零下23到零下12摄氏度 吉林情 零下20到零下13摄氏度 通化情 零下22到零下10摄氏度 白山情 零下24到零下12摄氏度 严寂情 零下19到零下9摄氏度 长白山情 零下25到零下13摄氏度 长春情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金龙鱼农香笨炸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老泥叫芝麻香白酒 东北价酿茅调品质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Nun Nissan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新车刚买一个月 行驶中右前轴断轴 突然出现了车咯噔噔的 就感觉着车不对劲 后来一看是右前轴断链 车主认定质量问题 4S店怀疑人为导致 他车里说有加过4块块 然后加过碗子 加点这个东西 有可能造成这个东西 有加个东西 故障原因各执一词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咱们当那个铁 根本没有动动量 没关系 能加碗 蹊跷的断轴 手法都是仅仅关注 理疗中心致近视 当初的承诺难兑线 承诺的是给做眼镜 完了宝宝18岁 不让他近视加审 二那个挂的这个门店出队 出队应该跟我们大家说一声 他说我出不出队 跟你们做耳学没有什么关系 有任何这样的承诺 我爹已经不干了 我现在已经申请申请破产了 防范个人信息泄露 这些要点要了解 我们要交易 或者是说在网上操作 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尽量的要找一些 就是正规的网站 逆警察弃车而逃 男子酒驾被抓现行 施工现场丢水管 精控摄入行窃过程 还不知道老师呢 我哪儿去了 我哪儿去了 那是一场 我就是跟他在 就离屋子吃饭去了 本来我们由 专门改善青少年的势力问题 因此这些年来呢 不少家长都会带着 自家的孩子来这儿消费 通话市民张女士 就是其中之一 张女士说 自己的孩子呢 近视散光 听说花一万多 就能给孩子 一直治疗到18岁 张女士欣然交了费 可结果呢 才一年多 店铺就关门了 张女士的微信 也被拉黑了 我们是2019年的起月份 也是我姑娘同学 人家在这儿做眼睛 说她家还行 我家孩子已经十亿了 近视像我姑娘近视眼家 那个散光 那就是一万零八百 我当时就说 得给我保证的时候 承诺得是到18岁 给做眼睛 完了保到18岁 不让她近视加深 张女士说 自己算了一下 七年的时间里 还能够得到 持续性的服务 还挺划算 就来到店内缴纳费用 店内也赠送给张女士 一台仪器 让张女士带给孩子 回家用 就给了一台编究仪 就这编究仪 让回家做 完了耳穴过来贴 也上台做耳穴也行 贴也做眼睛也行 疫情期间 我们一直都没来做 她也没开 完了后 就是在那个通发线 快大有个生活圈 她在那个挂的 这个门店出队 我一合计她出队不对 那你出队应该 跟我们大家说一声 她说我出不出队 跟你们做耳穴 没有什么关系 之后呢 再没见过 她就不接我电话了 微信给我拒手 电话拉黑 张女士说 为此她到当地市场监管部门 进行投诉 工作人员也曾试图 联系这个店的负责人 之后已经去出面协调了 她不接她不来 她不出面协调 她说愿哪告哪告 她说她没承诺到18岁 让张女士后悔的是 自己当时 根本没有和这个负责人 签订任何的书面合同 手里也只有一张手据 我当时没想到这一成 这孩子 但是他们有的家长说 要签合同 她不可以签 她说不用签合同 我姑娘是交了10800 我来说能管到18岁 但是当时说什么 我说签合同 她说不用签合同 她说哎呀你这个不用啊 这些家长们向记者展示了 当时的收据 以及得到的编究仪 收据上也表明了 当时缴纳的费用 以及赠品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这家 全科青少年 势力服务连锁机构 发现该店已是大门紧锁 根据家长们提供的电话 记者也试图联系 该店的负责人 但均无法接通 记者来到了通话线 快大帽市场进度管理所 在得知相关情况后 工作人员根据系统中记录的电话 给该店的经营者张颖 拨打了电话 你怎么能管到管到这个事呢 人家投诉在那里了 反正我就告诉你 他服务器已经满了 如果他觉得我还有什么疑忆 就让他起诉去吧 那您之前说所承诺的 到18岁 没有 没有任何这样的承诺 我爹已经不干了 我现在已经申请破产了 你们也不用再给我打电话了 随后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之前接到家长们的投诉后 就已经派出警察人员进行过调查 但这个叫张颖的负责人 却始终不予配合 根本也而且你找不到 也不知道在哪 但是因为他在验护之间 签进什么 那也没通过咱们工程局 咱也不知道 什么也没有 保障服务到18岁 究竟是不是空穴来风呢 缴纳的一万多元钱 又到底是什么费用呢 为此记者联系到了 全科青少年势力服务连锁机构的 全国客服咨询情况 最早的时候是有 公司有提出过这样 就是说可以给顾客说 如果稍后一年 在民间有能力的情况下 他可以给他服务到18岁 啥叫有能力啊 有能力就是电还在嘛 对此张女士和家长们表示 既然对方的态度这么强硬 自己也会通过法律的武器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首要都市战斌海波通话时报道 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入调查 毕竟我们看到 目前家长们手中的证据有限 想维护自身的权益 前提是得有充足的证据 同时到什么时候 都别忘了合同意识 因为没有远律 必有经优 最近忧虑的 还有下面这些工作还没找到 可是自己的招聘简历 却被泄露出去的求职者 他们打电话的时候 就会直接跟你说 你好 看到了你的简历 进了他们的那个群 发现那种信息 也不是那种很正规的那种群 有些什么刷单 或者是倒卖 反正之类的信息 就立马就退清了 觉得自己的信息 可能就是被泄露了 还有很多求职者 在投递简历之后 被刷单 贷款 卖车卖房等电话骚扰 调查中记者联系到了一位卖家 我卖的话 我一份简历 打个比方 我第一手卖3块5 二手0.8 就是4块3 4块3再加一次隔天 0.3 那就4块6 我一天的话 我就挣个几千块 而简历从招聘平台流失的 QQ群 贴吧等过程当中 每一个环节都有利益输送 目前 已有的一些招聘平台 在监管方面 已经表现得较为严格 企业账号在注册时 需要进行营业执照审核 人脸识别等层层把关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统计 85.2%的公民 遇到过个人信息泄露情况 网络地址 外卖配送记录 门店会员信息 大数据时代 如果没有强有力的 个人信息保护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成为透明人的风险 咱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在那些网络平台上 填过招聘信息吗 哦 填过 那您觉得 就是您的信息会被泄露吗 会 就比如说 总有一些收拾电话 或者是一些邮件 我感觉这个 现在这个时代的信息 就是通过各种处境 都会被泄露出去 也没法控制 对 就是可能帮别人 投个票 我打个文件之类的 就觉得挺烦的 早有网友收拾电话 觉得避免不了 这网络大数据嘛 有可能就是什么APP 或者是银行都有可能 你就自己加强这些知识 别上当就行了 泄露他人信息是否会受到处罚 而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 针对此事 记者也咨询了律师 网络服务平台啊 你要保证 用个人信息的这种安全管理义务 否则的情况下呢 那么你达到一定的标准 是可以涉嫌刑事犯罪的 我们现在啊 就是有法律规定 如果你达到500条以上 可能就会构成刑事犯罪了 所以说我们要交易 或者是说 在网上操作 其他的一些事情 那么最尽量呢 要找一些 就是正规的网站 首昂都市刘畅张扬报道 接下来要关注的 同样涉及到 我们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那就是医保 所以今天的便民服务台头条 首先要提醒各相关单位 千万别忘了 及时缴纳统筹医疗费 以免影响到离休干部 包括残疾军人的正常医疗待遇 另外有求知医院的朋友 运气好的话 同样可以在今天的便民服务台当中 寻求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 只不过需要温馨提示的是 加注二道区的部分居民 明天的做好停电的心理准备了 好了 详细内容 咱们进入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为确保离休干部 六级以上残疾军人的正常医疗待遇 不受影响 吉林省医保局通知相关单位 及时向税务部门缴纳统筹医疗费 并选择申报离休干部 六级以上残疾军人 2021年度定点医院 统筹医疗费缴时间 2020年12月14号至12月21号 近日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网站 正式开通了异地就医 全国自助查询服务 参保人员可以登陆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网站 查询异地就医 联网定点医疗机构 全国医保经办机构 统筹地区开通情况等信息 以备案或跨省 直接结算参保人员 还可以进一步查询 个人异地就医备案结果 和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费用 长春市七开区 公益性岗位招聘 招聘岗位为社区公用事业专干 招聘人数5人 招聘时间 2020年12月10号至12月16号 报名电话0431-8150-1242 长春市二道区 部分区域计划停电 停电时间 12月16号8点30至16点30 影响范围 汇宫路以北 远达大街以西 河东路以南 河东路以东 蓝色港湾小区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南京 来关注一起 28年前就案的最新进展 1992年3月 南京伊克大学 大四学生林某 遭人见杀 案发之后 由于缺少有效线索 办案民警 一直都没有找到嫌疑人 直到28年后 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 警方终于锁定了 犯罪嫌疑人 打出国的资料 马基大学在家 大学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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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两天 你请两天 这个检查 不复习之后 你帮我飞行 嗯 啊 啊 啊 马基大学在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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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被警察勤获的马济缸就是28年前强奸杀害大学生小林的真凶 1992年3月20号晚 22岁的小林在校园内被人用盾气击打头部 实施强奸后按入硬警中死亡 尸体在案发4天后才被发现 南京警方提取到案犯遗留的生物物证 当晚学校保安从短暂谈门过犯罪协议人 根据保安描述警方描绘出了犯罪协议人的画像 犯罪协议人应该是年龄在25岁上下 身高在一名亲族 警方连续数月摸牌走访 排查超过一万五千人 当时马济缸就住在案发现场附近 警方也曾经排查过他 也排查到这个协议人的家庭了 但是因为这个嫌疑人一个是和父母 也是刚结婚跟兄弟都住在一起 另外一个家里面当时一个反应的情况 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可疑的状况出来 所以当时是没有把这户人家 当成一个重点排查对象 此后马济缸搬了两次家远离案发地 彻底消失在警方调查范围之外 案件侦破的全部希望落在了凶手生物物证上 今年2月19日 南京警方再次进行DNA比对 比配到一份数据相似度极高 比对了这么多年 没有这么接近的数据 这份DNA数据来自江苏徐州配线 姓马 警方立刻赶往配线 抽取了马济缸的血液进行DNA比对 确定无疑 就是它 马济缸交代 1992年3月20号晚上 他走到校园里 透过教室的窗户 一眼看到了穿着红色毛衣的小林 正在安安静静地低头自习 他说他对小林充满了好奇 于是他去搭讪小林 被小林拒绝 不死心的马济缸找到了一根空心铁管 起初只是想吓唬他 小林见状转身就走 马济缸拿起铁管往小林头上打了一棍 小林吓得往外跑 马济缸抓住他 用力捂着他的嘴 将他拖到教室楼门外 实施强奸 起见小林激烈反抗 马济缸再次用力击打小林头部 这一次小林不动 马济缸之后逃跑 转了一圈后又回到案发地 想看看女孩走了没有 以及是否报警 小林一直躺在那 马济缸摸了下小林的心脏 已经不跳了 他便把小林藏进硬井 随后逃之遥遥 今年10月14日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审公开宣判马济缸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死刑 新车刚买一个月 行驶中右前轴断轴 突然出现了车 咯噔咯噔的 就感觉这车不对劲 后来一看是右前轴断裂 车主认定质量问题 4S店怀疑人为倒退 他车里说有加过4块铁块 然后加框子 加载这个东西 有可能造成这个夺障 有加过两个 有加个东西 夺障原因各执一词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咱们当那个那个气 根本没有松弄的 没关系 蹊跷的断轴 手法都是今日关注 狱警察弃车而逃 男子酒驾 被与抓现行 施工现场丢水管 监控涉路行窃过程 我们都知道这酒驾是违法的 但是总有那么一些人 就非得是喝完了酒再开车 然后直到遇到了交警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这个时候再想跑就来不及了 最近长春交警南关大队的民警 就遇到一个酒后开车的男子 这位见到交警之后 跳车就开始狂奔 当然比起以前咱们看到的驾车逃跑的 这个抓起来难度倒是小了不少 12月9号晚21时左右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南关区大队民警 在亚太大街三马路附近 查出酒驾的过程当中 排查到一辆车的驾驶员 存在酒后驾驶情况 正当进行处罚时 民警又发现不远处 有一可疑车辆停在了桥上 便上前一探究竟 发现沿着亚太大街 北向南方向行驶 下扎道的车辆不动了 以我们那个敏感性 就觉得这台车一定是有问题的 车跟前的时候 发行驾驶员已经不在了 继续往桥上搜索行驶 快走到桥头的时候 发现一名男子 神字慌张给了截停 在问他喝没喝酒的过程中 这男子就是神字慌张 不敢与我们对视 神字散发出很大的酒气 应该是喝白酒 就是司机驾驶员 他也承认得舍是他 在最后对他的询问项 承认自己的违法事实 来一次用管打开之后 插上了 去去去去 好 你喝多些 说实话 完了 说实话喝点酒 说实话喝点一杯多一点 还有啊 再下来吧 他肯定一百多 一百来六 我走了 几乎既是酒精测试仪 检测结果为 每百毫升 一百零六毫克 驾驶员姚某 事先醉酒驾车 而后当民警 要求他出示驾驶证时 他又拖拖拉拉 不配合 家人在哪 有在哪呢 你要坐下就完了 最后姚某配合民警工作 被带回大队 接受抽携检测 案件正在进一步 审理当中 首要都是加入 宇峰报道 再多唠叨一句 记住喝酒 开车它是个大问题 但是它是一个百十来块钱 找个代价打个车 就能避免的问题 你的驾照乃至你的自由 难道还不值这个钱吗 接下来要说的 也是不那么值钱的东西 但是你要给破坏了 那就是大事 有这么几个人 路过自来水改造工地 看到了工地上存放的水管 一时心动就行动了 把这水管给抱走了 水管可能不值几个钱 但是这种行为 所造成的后果 却很严重 民警在介入调查后了解到 一根水管的价值 在2000元左右 由于是改造需要 此水管丢失后 导致自来水公司 无法继续施工 严重影响到 附近居民正常的用水 确认了嫌疑人 那接下来就好办了 根据监控 民警循现追踪 在丢失水管附近的村屯中 开展摸牌 并很快就确认了 视频中几名男子的身份 就在案发后 几个小时的当天晚间 民警成功抓获了几名嫌疑人 视频监控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 几人在案发时 不仅在同一辆三轮车上 还一同出力搬运了 这根6米多长的水管 所以嫌疑人口中 只是去溜达的说辞 也就不攻自破了 面对详细的取证 几名嫌疑人相继被捕后 交代了自己 实施盗窃的违法事实 第二天上午 民警已经将被盗水管 返还给自来水公司 保证了辖区居民 饮用水正常使用 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 均被大安市公安局 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守望都市程翰广微 通讯员建龙银声报道 新车刚买一个月 行驶中右前轴断轴 突然出现了车 咯噔咯噔的 就感觉这车不对劲 后来一看是右前轴断链 车主认定质量问题 4S店怀疑人为倒 他车里说有加过4个铁块 然后加库安的 加点这个东西 有可能造成这个东西 有加个东西 故障原因各执一词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咱们当那个铁 根本没有东东 没关系 蹊跷的断轴 守望都市仅仅关注 一直以来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的 球队名称 都是城市 加上赞助商的名字 比如长春亚太 广州恒大 不过明年 这样的名称 要被改动了 中国足球职业 昨天召开会议 从下个赛季开始 各家俱乐部的名称 必须去掉企业符号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的政策要求 从2021赛季开始 参加中超中甲中乙 三级职业联赛 俱乐部的名称 必须实现去企业化 按照规定 俱乐部名称的标准格式为 行政区划 加俱乐部名称 其中 俱乐部名称 不得使用非汉字 也不得含有 俱乐部任何股东 关联方或实际控制人的字号 商号或品牌名称 或近似名称 从2021赛季开始 不符合名称规范的俱乐部 将被拒绝注册 参加各级职业联赛 而在强化信心方面 中国足球协规定 从2021赛季开始 中超俱乐部 单个财政年度支出 不得超过6亿元人民币 中超国内球员 单赛季薪酬 不得超过税前500万元人民币 全队平均年薪 不超过税前300万元人民币 而在外援方面 中超外援单季 顶薪为税前300万欧元 全队外援总薪资 不超过1000万欧元 中国足球协表示 明年联赛 新的政策实施后 中超俱乐部的总支出 和球员收入 平均下降幅度 将在50%左右 如果俱乐部 单季总支出超过限额 将面临最多扣除 24个积分的重罚 而球员薪资不达标者 将无法参加 任何级别的职业联赛 同时 一旦发现 俱乐部和球员 有弄虚作假 虚报收入等行为 俱乐部将被热令降级 球员将被处以 竞赛24个月的重罚 沈王东市报道 现行令也好 俱乐部名称 去企业化等等举措也好 势必会让各个俱乐部 经过一段阵痛期 而优秀的球员 为了更好的待遇 也可能会谋求转会 赞助商会重新考量 球队的成绩 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甚至一些俱乐部的生存 也会遇到困境 但是从长远考虑 足球俱乐部 要学会怎么来 自己造血 控制运营成本 走上自负盈亏 良性循环的轨道 而优秀球员 不再会因为 国内联赛待遇虚高 失去进取心 以后要想收入更高 那就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 去欧洲联赛吧 内部调查报告显示 2018赛季中超俱乐部 平均收入为6.86亿人民币 平均支出11.26亿人民币 平均亏损4.4亿人民币 导致俱乐部运营成本 居高博下的主要是 不断水涨船高的球员薪资 目前中超联赛平均薪资为 853万元人民币 位居世界第六 球员薪资占到俱乐部运营成本的68% 这一比例甚至超过了世界上 运营最成功的职业足球联赛 英超联赛 除了国内球员不菲的薪资之外 天价外员频频登陆 也是推高中超俱乐部 整体薪资的重要原因 2019赛季中超联赛 本土球员的平均年薪为 533万元人民币 而外员的平均年薪 则达到了5847万元人民币 是本土球员的10.6倍 64名中超外员的年薪 占到了当年中超联赛 薪资总额的62% 而432名国内球员的年薪 只占薪资总额的38% 业内人士表示 中超联赛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在新的经济形势下 调控球员薪资进入合理范围 使俱乐部走上良性运营的发展道路 刻不容缓 视网都市报道 希望经过调整之后 咱们的联赛能够健康发展 水平能够提升 而不再仅仅是一个烧钱的联赛 下面要说的也是个烧钱的事 前两天 湖南邵阳一户村民家里失火 不但房子被烧毁 家里存放的60万元现金 也被烧得是面目全非 一起来看今天的微视频 村民家中起火损失惨重了 不但房屋被烧 放在家中的60万现金也被烧了 心疼也没用啊 当地银行随后帮助村民 对这些烧毁的现金进行了清点兑换 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 不要将大量现金存放在家里 遭受损失的还有这位女子 她的金银首饰 被闺蜜的前男友给偷了 等等等等 这关系有点乱呢 闺蜜的前男友 你先别管这啥关系 反正这偷东西啊 肯定是不对 师某和贾某呢 两个人合伙开了一个服装店 需要进货 没钱 这时候呢 贾某才告诉了这个师某 当时在你闺蜜王女世家 我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偷了三点金首饰 当时因为着急用钱 两人就把这金银首饰给卖了 可后来呢 俩人分手了 女子感觉这良心过不去啊 就向闺蜜坦白了 我女小子搬手了 您有觉得 或者说 我对这个男子的话 我对上出去 贾某事前盗窃罪 被这个德城区这名检察院 依法批证逮捕 师某呢 你有重大的这个立功情节 等待她呢 就是法律的从宽处 再看下面这名女子的奇葩操作 为了验证男友对自己是否真心 就联合着老乡啊 自导自演了一出绑架案 这长得五花大绑啊 给男友吓得够呛 赶紧报警 民警调查发现 这是一出闹剧 最终女子和她的老乡 因扰乱公共秩序 被行政拘留了 这男友的真心 艳没艳出来不知道 反正是艳出来你的智商了 下面咱们再来看一场舞蹈表演 表演者的身份很特殊啊 这个是我们的排练的一个节目 这个目的就是说 让它增加这个兴趣 看来这学挖掘机 不但要有技术 还要懂艺术啊 新车刚买一个月 行驶中右前轴断轴 突然出现了 出了咯噔咯噔的 就感觉这车不对劲 后来一看是右前轴断裂 车主认定质量问题 4S店怀疑人为恐惧 他车里说有加过四块铁块 然后加库安子 加载这个东西 有可能造成这个东西 不加一个东西 故障原因各执一词 行车记录仪暗藏线索 咱们当那个那个气 根本没有东东的 没关系 没加关 蹊跷的断轴 本来没有轻血包一片 国要轻后血 讯好性能好 特别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要都市 上个月6号 长春的朱女士 在长春万城4S店 购买了一辆北汽越野车 结果才开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车辆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断轴的情况 为了查清原因 朱女士把车送到了4S店 进行检测 结果工作人员表示 车辆断轴不是质量问题 可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 对于4S店的说法 朱女士不能认同 朱女士的车 然后我们问他说那非质量问题是什么意思 他说那应该是你们操作不当造成的 当时他有那个行车记录仪是70多迈的时候 然后他突然的一个断裂 如果要是他之前没有问题的话 他不可能突然之间轴就断了 我感觉这就是质量问题 要不然的话正常的车行驶 就再操作不当 他也不可能突然就断轴啊 朱女士告诉记者 当4S店给出结果后 他也和对方协商过解决方案 他说意思可以给我们换轴 但是这个轴呢 还得我们自己出钱 给我们两次保养 现在4S店给我的这个说法完全不能接受 我的诉求主要就是我想退车 因为这个车到手里还不到一个月 万一我们再开这轴又断裂了咋办 对我们人身安全没有保障 那么有关车辆出现断轴的情况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车辆是否存在质量问题 带着疑问 记者前往了长城万城4S店了解情况 售后经理表示 根据流程厂家已经对车辆进行了鉴定 厂家的反规是非质量问题 结果有可能就是使用过载 有可能损傲 有可能加载东西 有可能四驱七两驱都会造成的复合过大 售后经理告诉记者 在厂家给出判定以后 他也需要对此事进行分析 于是他就向车主索要了当天的行车记录仪 查看驾驶人在行驶的过程中 是否存在操作不当等情况 在现场 售后经理也向记者提供了行车记录仪的部分视频 朱女士对于车辆加宽进行了否证 随后收获经理又向记者提供了另一段行车记录仪 对于该行车记录仪里的音频 朱女士也做了解释 他这车不是已经出现断轴了吗 那4S店给他打电话就是问他了 说你是不是咋操作的呀 什么四驱呀 变没变二驱什么的 然后我老公就说说我没变 是不是就往那个4S店拖车吗 我就给他打电话 说一次你不要受他误导 你就是咱没变就是没变 你就是正常说就行 就正常行驶啊 在快速路上 绝对没有乱操作 也不是说操作不当 但是他现在给我们的这个说法 我们指定是接受不了 朱女士表示 现如今4S店仅凭几句录音 无法证明他爱人 在驾驶的过程中 存在操作不当等情况 所以他向对方索要了检测报告 你说提供报告什么东西吗 那个我没有 因为之前我跟他沟通过 他们没有东西 这个随后我再问问 我们厂家会有没有吧 因为之前我问过他是没有 这东西需要双方面的实取证吗 是我们厂家有厂家分的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找第三方 我就想要他现在给我一个 就检测报告 说你们检测这个车 确实是非质量问题 是我们人员造成的 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给我一个书面告知 然后我接下来 我是找地方鉴定啊 还是说我走维权 我让我在节奏往下走 视网都市报道 双方各有说法 究竟是质量问题 还是人为导致 看来需要证据来说话 而下面这位浙江宁波的 楼先生也需要证据 要证据干嘛呢 来证明这突如其来的 50多个快递 可真不是他的 一个月前 楼先生手机上突然收到了几十条信息 每条短信内容大致相同 都显示您的快递已打包完毕 但快递发网的地址各不相同 武汉 昆明 镇江遍布全国各地 楼先生很诧异 自己根本没寄过快递 短信哪来的呢 从短信内容看 这些快递都是通过顺风寄出的 然后我登录了那个微信APP 查看了吗 是有人冒用了我的电话号码 莫名其妙多了十几个来路不明的快递 楼先生有点担心 很快他想了个办法 把这些快递全给拦截了下来 收货地址啊 改到我自己家地址了 我要看一下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几天后 快递陆续到货 楼先生拆开包装 被里面藏着的东西吓了一跳 我打开看 保力士啊 万国啊 浪琴啊 这样的手表 高档手表呢 如果这些表都是真的 随便一个价值都上万元 楼先生一共收到了上百个名表 那岂不是价值超过百万 但仔细观察后 楼先生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他很假 不是一般的假 一看就是假的 我们电话联系上了那位广东卖家 林先生 这些是钢坊的 你是卖家了 那你知道你在售假吗 知道 售假是违法的 大概价值多少 那的话就是几百块钱这样子嘛 快递方面表示 这位卖家林先生是顺丰的包月客户 寄件时用的是本人身份 但手机号码是否为本人使用 他们没办法核实 随后记者陪同楼先生 将此事反映到了宁波公安 银州分局 警方表示 在楼先生补权书面举报材料之后 将联合广东警方介入调查 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可是下面这位外媒小哥不懂这个道理 面对执法民警 他居然也亮出了一张警察证 11月30号的下午四点半 镇南派出所的民警 在辖区开展交通安全整治的时候 一名未戴头盔 身穿便服 车上载着外卖箱的电单车车主 被抓了现行 外卖小哥一边说 一边从口袋里掏出皮夹 执勤民警打开一看 竟是署名为蔡某某的人民警察证 同行趁着休息坚持转外快 民警不大相信 一接过来我一看这个是假的 根本就不像我们整人的警察证样 一接过手来一看就不用摸 都看得出 除了一言假 警务系统的查询结果 也佐证了民警的判断 他也后面承认了 这个警察真的是假的 是从外面街上叫人家办理 而据蔡某交代 他办理警察证完全是为了本职工作 就是为了逃避啊 非得是方便自己 遇到执法人员检查的时候使用 这小区有时候 哎呀亮下警察证啊 正常这个除恶方便 但第一次在警方面前亮出假证 蔡某的行为就被看破 目前蔡某已因涉嫌使用伪造的 国家机关证件 被警方处以13日行政拘留 李逵遇离鬼 没想到吧 下面这事更没想到 一名少年从11楼的楼顶跳下来 把停放在楼下的一辆车几乎都给砸毁了 这人居然还奇迹生还了 记者在滨江小区看到 轿车顶部全部变形 玻璃碎落一地 现场还遗留了跳楼少年的一双鞋 目击者告诉记者 少年大概是15岁 一周前也尝试过跳楼 那个小孩第一次在前面 二栋想跳楼 等110就下来了 110就下来了 这次就到这里 这个顶层最顶层 跳下来 喝了六瓶啤酒 他蹦蹦 好想好想 随后身受重伤的少年 被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抢救 记者在医院急救室门口 见到了他的家属 关于跳楼的原因 家属告诉记者 孩子和父母关系不太和谐 小孩子找熟 经过检查 这名少年生命体征平稳 只有一些皮外伤 来的时候生命体征还比较平稳 然后做了一下全身检查 包括头部 颈部 这个胸部 腹部 骨盆的 都没有看到内壮省伤 视致也没看到骨折 当然因为时间比较短 又怕它持发性的出血 我们还在密切观察 目前人是清楚的 全国销量遥遥领先的知识 尊乃长知识啦 提醒您 注意天气变化 新的滋味 品质生活 好运牛绕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看复科生宝宝 做月子到博大喜宝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白晨晴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松延晴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25到零下13摄氏度 辽元晴 零下23到零下12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20到零下13摄氏度 工画晴 零下22到零下10摄氏度 白晨晴 零下24到零下12摄氏度 年纪晴 零下19到零下90摄氏度 长白山晴 零下25到零下13摄氏度 长春晴 零下23到零下14摄氏度 凯义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华镇永仙照 一贯好品质 华镇食品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汽传奇 提醒您 本来没有青鞋包围片 国药青空解决 好新男好 特别播出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水旺都市 节目的最后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今天大家探讨的 主要的话题是滑雪 美丽人生说了 作为一个地道的东北人 我就不会滑雪 主要是胆子小 不敢往下滑 说到滑雪 这个叫平凡的网友 他感到特别的骄傲 他说我好多朋友 都被我安利了滑雪 更是我手把手教会的 现在根本不用我张罗 他们自己就主动组局去玩了 没试过滑雪的朋友 建议你们去玩一次 保证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有人打开就收不住了 有人说滑雪真是我最爱的运动 每年冬天最期待的 就是约上朋友去滑雪 真的很过瘾的 感觉一下子都得到了释放 这位网友现在说 来东北三件事 搓澡 烧烤 滑雪 真是太完美了 应该提到了 大家就充分享受吧 另外今天 还有安利一部新剧 这个名字叫 《有你才幸福》 不仅有很多老戏骨 而且这个剧情也很正能量 说的就是人到六十岁了 应该是享受幸福人生了 但是这个剧当中 有一些剧变 在邻居的帮助下 又寻找到了幸福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